末世之中 所有人都在想办法逃跑 就连水下都占满了丧尸 但是这个奇葩的男人 却身材有道 如果你的亲人变成僵尸 你不忍心下手 那就找他没错 只管杀的话三十一位 处理现场在家二十 老人小孩还有折扣 人到中年的胡安一事无成 因为一直小偷小摸 连女儿都不待见他 刚出狱的他 和好友胖子 在海上享受躺平的生活 突然远处漂来一个人 胡安伸手去救 结果这是一个僵尸 胖子激动之下手一抖 鱼叉直接发射 干掉了这个僵尸 两人以为杀人了 立马不动声色地滑了回去 结果回家以后 接到邻居老太太求助 他的老伴好像不行了 果然这个老头被感染了 胡安让老太太赶紧报警 胖子又带着鱼叉来了 争执中胖子又是一个机灵 老头被稳住了 结果老太太直接被带走了 但丧尸还在继续 他们尝试了大蒜疗法 没有用 胡安拿起木桩扎了下去 可这都是对付吸血鬼的方法 对僵尸还是没用 胡安又拿出了十字架开始驱魔 可老头根本就无动于衷 但事实证明只是方法没用对 十字架一样可以对付僵尸 结果他们想扔尸体的时候才发现 早已经有丧尸被扔到了垃圾桶里 楼上还不断有人掉下来 不过还好胡安的住处很高暂时安全 第二天胡安把女儿也带到了自己的地盘 一路的经历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赚钱庙方 替别人杀僵尸 一番培训之后 小队成立后的第一站就是清理家门口的僵尸 这个晕血所以戴上眼罩的大块头 和他的好基友娘娘枪组成了弹弓组合 由大块头给僵尸举高高 娘娘枪趁机偷袭 这个衣服遮不住肚皮的胖子迅速拔出双刀 面对眼前成全的丧尸丝毫不拒 冲进去就是一顿砍瓜切菜 很快就将他们全部干掉 这个墨镜帅哥衣着烤灸 一根球棒虎虎生风 沙门僵尸发现身上染了血迹 立马回家换了一身干净的出来继续战斗 队长胡安更是用传奖一下呼死一个僵尸 林伯微步不在话下 就差再唱一首双截棍 很快他们就要前往完成第一单任务 结果娘娘枪看到了一只蟑螂 瞬间僵尸冲了下来 众人叙事待发 然后被僵尸包围了 电来了 僵尸被全部消灭 战斗小队也毫发无伤 但是房东也被成功打死 第一笔生意失败 但随着他们散播小广告 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数钱数到手抽筋 现在的生活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 但生活也并非事实损心 这天他们接完活天已经黑了 走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抢人的军队 几人被逼脱光了衣服锁在车厢里 每两个人一副手铐 突然一个人失变了 一顿混乱过后 几人光着屁股回到了家 胡安和娘娘枪等着胖子来解开手铐 结果娘娘枪之前被咬伤发作 两人因为手铐被靠在一起 所以胡安现在很被动 最终娘娘枪掉下楼 胡安得救 很快他们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因为城市已经没有其他的活人了 大块头愣愣地指着电视 原来里面的新闻播报员被僵尸当场杀死 看来这个城市已经不能呆了 现在他们必须找一条船从水路离开这座城市 胡安找到了一间避难锁 但他砸不开锁子 大块头上前轻轻一撞 门开了 正准备招呼众人 大块头 足 剩下几个人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他们被僵尸包围了 众人已然做好了拼死突围的准备 这时远处开来一辆车 钢箭自动发射 将一个丧尸钉在树上 然后开始绕着尸群转圈 他们顺势蹲下被成功解救 这个牛仔大叔看起来是位高人 几人火速上了车 来到地下停车场 高人大叔刚说出他有了一个好计划 胖子的手就一抖 胡安郁闷地坐在汽车上想办法 胡安一下有了想法 他们开始不停地做实验 同时还收集逃跑所需的物资 终于改造完毕 他们准备开始下一步计划 末世里胡安尽力保护大家的举动 终于让女儿承认了胡安父亲的身份 天亮之后 胡安和胖子走在空旷的街道上 开始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他们开始大声喊叫 故意吵醒那些僵尸 僵尸逐渐向他们汇聚而来 胡安和胖子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他们浴血奋战 如果计划不成功 他们也终将被困死在这座城市中 最后将尸体摆成一个斜坡 然后发动了地下车库里的汽车 突然胡安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求救 胡安下来一顿操作 这个僵尸成了我见过最惨的僵尸 汽车一路横冲直撞 从僵尸斜坡冲进了海里 成功下水后 胡安将小孩送到了车上 然后却没有和大家一起走 也许在女儿承认她父亲身份的那一刻 她就释然了 看着女儿不断走远 胡安拿起武器冲了出去 常理说得好 末世艰难求生存 胡安替你杀爱人 施山学海全不怕 独占群尸真男人 推荐大家看一下原片 她也许在用这些 Huhn